隊的隊長都不想輸 所以他們派出來的 哇 這兩個名字厲害啦 一位小胖隊的陳柯彬請出列 陳柯彬來PJ過橫骨子 希望大家對他印象非常深刻 另外一位我們黃昀玲老師這一隊 要派出來能夠跟陳柯彬對唱的 是誰呢 他在這個海選的時候 他故意唱中文歌 但他最拿手的就是英文歌 歡迎童話小姐 謝謝 來,好聽啊這一組 陳柯彬,你今天演唱的是 Killing Me Softly 非常經典的英文老歌 最近這個Olivia在他現場 這個收錄的專輯版本 也有唱這首歌 很好聽 童話 你不會就是拿出你的大絕招吧 你要唱的是 放你的錄音 哇,我們翻成肯尼貝爾啊 那個... 有點爆炸頭的那位女歌手 哇,這是妳的最拿手的囉 最看家本領 很喜歡 不得了啦 各位先生,我們首先就歡迎 由童話來演唱這首 Put Your Records On 歡迎他 謝謝 分組資格賽時 陳建妮老師對童話的演唱 下了嚴苛的評語 不是童話啊 你剛才那首歌唱了 把它當軍歌代唱了 被說演唱像唱軍歌的童話 這次拿出最擅長的英文歌 卻讓佐安老師讚嘆不已 這首英文歌本身我很喜歡 Put Your Records On 我試著唱出跟原唱不太一樣的感覺 然後我喜歡這首歌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它很像我 所以我希望明天比賽的時候 唱得開心就好 然後把我自己唱到歌裡 這次拿出最擅長英文歌的童話 他能擺脫像唱軍歌的樣子 擊敗英文歌高手陳柯斌嗎 較為人物品嘯 Vous你。 Pen done 你。 It's alright The more you stay the same The more things gonna change Oh, don't you hesitate Girl, put your records on Tell me your favorite song You go ahead, let your head down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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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pphire and made the genes I hope you get your dreams You go ahead, let your head down You're gonna find yourself somewhere Somehow It was more than I could take Pity for pity's sake Sunlights get me awake I thought that I was stronger Then you're gonna realize That you don't even have to try any longer Do what you want to Girl, put your records on You go ahead, let your head down Sara and made the genes I hope you get your dreams You go ahead, let your head down You're gonna find yourself somewhere Somehow 謝謝 接下來陳歌平演唱 Healing me softly 落後六分的小胖隊 將派出自優生科兵 在彩排時 老師給了這樣的建議 比較快的部分 我就覺得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對 沒有什麼 對...有一點Fusion 所以他們精神有一點點 對 所以他們精神有一點點 我覺得這次有小胖老師 在監督我們的彩排 我覺得比較安心耶 比起之前的彩排 所以現在放心過了 有信心 一定要有的 I'm telling my whole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SOCKLY With his song I heard he say a good song I heard he had a star And so I came to see him and listen for a while And there he was, this young boy A stranger to my heart Strumming my pain with his fingers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Tealling my whole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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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先有請我們志炫老師講評 英文歌的詮釋上面 在這個領域裡面 今天這兩首歌大家都是 感覺像是比較用力的 很努力的要把這個歌唱出來 可是我覺得都少了一種 從容的感覺 我們聽起來就是大家 很清晰的咬字 然後很明確的表情 但是卻沒有那種放鬆的感覺 可是如果真的 這中間要分出一個勝負的話 我會覺得童話其實你在 某些地方的語氣 跟歌詞這邊的結合 是比較到位的 馬上就先來看看兩位 很能唱的美女的分數啦 童話的分數請評審按燈 童話的演唱 OK 有四位老師給了五分 那麼志炫老師給了四分 接下來是陳柯斌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陳柯斌的演唱 Killing Me Softly 得到的分數是二十三 二十三分 差一分 OK 這個其實志炫老師認為兩位是平手啦 對不對 那個差距實在太小了 小到我覺得那個一分這樣子給 我都會覺得好像多了這樣 但是其實呢 我本來對兩位的期許啊 是達到那個六分的 因為你們兩個是有那個實力的 所以其實很好玩 你看多好玩 就是很會唱歌的人 他還有很多空間喔 他有很多可能 失誤的可能 或是滿分的可能 所以兩位其實如果真的是這個 好好切磋一下 我覺得總冠軍看到兩位 並不難 如果可能的話 接下來還是會挑戰一下中文歌 我希望無論是中文歌 還是英文歌 我都可以表現得很好 所以我很氣自己為什麼所謂 這樣子 然後沒有辦法唱好 然後這是一首我很喜歡那個 然後沒有辦法唱好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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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隊中大將也無法追回10分 讓遊人隊氣氛更加低迷 兩隊仍有7分的差距 他們還有機會逆轉成功嗎